我们在里提到的中德 中欧 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借此机会呢 我愿意向大家介绍一下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华的有关情况 今天一早 秦刚国务员见外长结束出访行程之后赶赴天津 同贝尔伯克外长一道参观了当地德国企业 随后两人一同乘坐高铁来京 这是贝尔伯克外长首次正式访华 相信通过和秦刚国务员见外长在天津的参访 贝尔伯克外长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德互利合作 有了更加直观 生动的了解 今天上午 秦刚国务员见外长和贝尔伯克外长 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 就中德关系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战略沟通 双方一致同意 中德因开展全方位交流 增进战略互信 避免战略误判 秉持正确相互认知 推进各领域合作 本着务实开放精神 促进互利共赢 坚持互尊互信 平等相待 求同存疑原则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加强国际事务沟通协调 携手性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挑战 中方还向德方系统性阐述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关于乌克兰问题 中方强调指出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劝和促谈 中方愿继续为和平努力 也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客观冷静 共同为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做出努力